终于看,往泥丘里打一个鸡蛋,这叫群龙细猪,然后请它们喝点白酒,灌醉它们吐下脏东西。 泥丘有水底人参的美称,非常有营养。 今天这个泥丘的做法,相信很多人都没见过。 五块两斤的泥丘,先倒点白酒,盖上盖子,让它们蹦跆一会,这样能去腥,还能把脏东西都吐出来。 然后再加入温水,洗掉泥丘身上的粘液。 锅里热油,下入处理好的泥丘,开中火慢慢煎炸,煎至四面焦黄盛出备用。 准备一颗大葱,切成大块备用。 一个小红心,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,对我来说就能让我开心好几天。 这个视频,您就帮忙点个免费的小红心吧。 谢谢大家了。 锅里再次热油,下将蒜末和干辣椒炒香,再下入煎好的泥丘。 调味就放一袋蒜香椒盐粉。 吃过很多家,还是它家的味道更好。 现在9块9就有6包,用它还可以做椒盐排骨,椒盐鸡翅,都非常好吃入味。 有需要的视频,左下角购买哦。 最后搭配点蒜苗,撒点芝麻,大火翻炒均匀,即可出锅。 这样做的椒盐泥丘香辣下饭,做法还简单,喜欢的赶快学着做起来吧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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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